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出来的一个效果是很特别的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大陆很多教会已经没得到设计 没得到实体的设计 总是公佈就是在过去差不多七个五个点钟 继续可以每一天来补赏主的福音来安慰 信徒来助求主的感染 所以福音公佈的事件是越来越重要 我在电台最近开始有一个空中祈祷会的节目 这个祈祷会就是拜一到拜五五五五五点钟的时间 有两日是Live Broadcast 意思是这个点钟听众我就靠电话来分享 无论是教会 无论是他们担当的故人的问题 接到空中的祈祷会 我就跟听众 实质来分享 甚至来祈祷 除了福音公佈的设计以外 今年我们又开始一个新的设计Podcast 这是跟传统的radio是无伤的 这些Podcast主要的目的是可以接受到很多很多无信主的朋友 所以这个Podcast新的这个设计要点10月 已经开始在中逼万万年之后 正式开始这个设计 这个设计还是主要是否负责 可能是没有设计在否负责 所以我们人家没有座席在香港的设计 每个设计虽然是很忙 总是上帝文殿够压 所以每个的点钟 各地的节目 分享我们座席在香港的设计 再次感谢这个机会 对马克力的欢迎交会和李新月来感谢 因为我知道后边有很多人 推我们祈祷 关心支持 我相信这是主的工作 充满足坚固 我们手做的工 接到你的祈祷 会加剧在这个参加的中间 我们是一座当工 我们应该要贵好上帝 对马克力的欢迎交会 对马克力的欢迎交会 是 对马克力的欢迎交会